大家放輕鬆一點 問一下Amanda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他比較是屬於 比較緊張型的 需要稍微放輕鬆一點點 因為講真的 就是面對一些未知的事物 人會緊張會害怕 這是人性對不對 但是每個人會怎麼去面對 這些我們恐懼害怕的事物 這可能就跟一個人的 我們說過去的一些人生的 修養歷練或者是個性有關了 今天我們從星盤當中的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還有上升星座來看看 什麼樣的星座特質的人 他比較容易真的想的太多 容易我們講說所謂的窮緊張 是 好 首先呢 如果是有落在處女座的朋友 好 我們說呢 越想越多會鑽牛腳尖 當然不是說每個處女座都這樣 但是他們有一些特質是什麼 我們知道處女座跟雙子座 一樣都是水星守護的星座 好 我看到醫師 這個醫師是太陽處女 其實是有上榜的 也有 月亮處女的上榜 中醫師也有 月亮處女有上榜 好 我們說處女座跟雙子 一樣都是水星守護 可是兩者的不同在哪裡 雙子座他是聽完就忘了 但處女座呢 他們有時候會聽進心裡去 而且會怎麼樣 這些資訊蒐集起來之後 他們會開始抽絲剝繭 一一分析 好 有時候呢 我們在適度的情況下 這是一個很正面 很應該要做的好的優點 但是有時候太過度了 就會變成窮緊張 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例來說好了 比方說現在真的是這個 疫情的這個 開始就是大家會很多的訊息 對不對 那有些訊息 你如果聽到之後 他就會覺得 他就開始自己坐在家裡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他就開始想 對啊 萬一 萬一我中獎的話 好 中獎的話 那可能我工作就不能做了 我要怎麼去跟老闆開口說 我可不可以先去養病啊 那老闆會對我怎麼樣 我們公司的有沒有 這個相關的什麼就醫 可以留職停薪的這些措施 那萬一我真的失去工作了 那我家人的收入啦 我們能不能夠維持家計 就是什麼半點事情都沒有發生 但他劇本已經想到了 大概這個三年後的可能性了 好 這樣子就會有點太過了 他會越想越多 而且會有點鑽牛角尖 好 所以會提醒處女座朋友 如果你發現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你適時的要提醒自己 我們適度的去預防是好事 比方說像醫師 其實有這樣的個性非常好 因為我們會能夠替病患 想得比較多 我們會早幾步先想好一些這種 可以預防或者是能夠做的措施 但是到這裡就夠了 不要繼續鑽牛角尖下去 第二名呢 我們說如果是在巨蟹座的朋友 好 什麼特質呢 風吹草動會有一點點的緊張不安 好 以理上身在巨蟹 也有上訪 我們講巨蟹座的特質 如果比較過度的話 他其實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情況 他比較容易想太多 比方說我們講說現在這疫情 其實就是說 可能會有口沫傳染對不對 那有些巨蟹座的人 他可能真的是走在路上 很空曠喔 可能在公園散步好了 突然呢可能這個 兩幣之外的人 有個人打了個噴嚏 又沒戴口罩 這個巨蟹就開始想 他沒戴口罩 這個風好像是有一點點 往我這邊吹過來了 他就開始有點緊張了 好 回家之後呢 他可能開始 那這樣子我先喝幾杯熱茶好了 看看可不可以用高溫 來這個什麼克制一下病菌 就是自己會有很多自己的想像 跟自己的一些這種 我們講說預防的措施 好 那如果真的是那麼不巧 可能這個最近剛好 可能這個人打了噴嚏之後呢 隔了兩天 巨蟹座早上起來 自己也打了 就是可能那個溫差大 自己也突然有點咳嗽 會打了個噴嚏 他又會繼續焦慮不安了 他就可能說 那我趕快先去醫院報到 主動要求這個檢測一下好了 好 就有一點點會容易過度的窮緊張 第一名呢 我們說是如果有落在摩羯座的朋友 好 因為凡事看壞 而且特別愛囤貨 好 還好我們這邊來賓都沒有 但是我們講有些摩羯座特質牆的人 大家不要忘記 他是土象星座 而且是一個開創星座 所以他們除了想之外 很具體的想他們還會有行動 比方說我們講現在接受到這些訊息 疫情可能說 有可能會繼續不管怎麼樣 或是控制得當 但摩羯座的人 他們很可能已經開始囤什麼 囤積護手霜跟原子筆了 為什麼 為什麼對不對 他們會想喔 他們想會想很多 而且會想的我們說比較 他們會想的比我們遠 遠很多 而且他們想 那為什麼是護手霜跟原子筆 因為他們一定會想說 你看大家醫師都勸導要勤洗手 對不對 你知道富貴手是怎麼來的 有時候那種洗完手 可能太乾裂了 或者是乾洗手 酒精消毒 一直不停的在使用 其實那個手 肌膚會開始這個 手粗粗的 他開始要以後 我跟你講半年後 一定會護手霜大賣 他們現在就開始買了 好 那為什麼要有原子筆呢 他們也會想啦 你看病菌的傳染對不對 還是會透過一些接觸 那我們每天搭電梯啊 上公車啦 這都要按鈴啊 都要按這個電梯的 那原子筆最好了要有蓋子 我們把筆心抽掉 或是就是 先這個 這個按了這個鈴之後 再把筆蓋蓋著 多麼的這個油 安全 對 那他們覺得 一定大家都會想到這一招 所以我先開始買 也就是說 他們會有一點點 這種囤積的一個傾向 好 但是請問一下 我們家每天一支洗手 真的很乾耶 可以擦護手霜嗎 還是可以擦 因為裡面有一些尿素 或玻尿酸保濕的東西 會刺激他預防水分的蒸發 還是可以的 所以洗手洗乾淨完 是可以擦護手霜的 對 只是說 可能擦了護手霜之後 就是可能再接觸到什麼東西的時候 還是要勤洗手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會提醒這邊星座的朋友 就說 我們講適當的去 你這太出線條也不好 適當的去預防 這個對大家身心健康都有益 可是剛剛就像陳醫師講的 有時候太過度焦慮 你真的想太多 會影響人的免疫力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有上榜的朋友或是大家 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好好的看 我們就聽聽專業的醫師 營養師的說法 照著做 就可以讓我們身強體健 沒有病痛了